有两个星期没有和大家好好的做交易的视频了 主要的原因是上一个视频 我说大部分交易者 甚至所有的交易者都忽略的亏损的最重要的 但是长期被忽视的原因 同时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就是那个视频要有25个点赞 当我看到20个点赞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亏损的最重要的原因的视频 可惜最后点赞数停留在23个 所以视频做了也没有发布 如果大家想知道亏损的最重要 却又没人提过的原因的话 请帮助让这个视频在一个星期之内得到50个点赞 这个视频是和大家分享 每日我虽然赚了100点 可是其中的操作却让我损失了更多的点数 今天清晨不到3点的时候 我在社区里发了这一段po文 结果市场在打掉我的止损 超过4点之后重新下跌 这个交易我有计划 而且还公诸于四 然而盈利却大打折扣 这里面有很多原因 然而最重要的 还是我说的还没有公布的那个原因 这个交易我盈利100点 但却可以做得更好 条件是我必须克服掉那个让交易变得困难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也想知道并参与讨论这一个原因的话 请帮助我在一个星期之内积攒50个点赞 我是Fran 谢谢收看 下次见 谢谢 詞曲 李宗盛